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的报告说 中国经济政策和军力建设威胁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 习近平说 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心抗疫 各位 全国政协会议下午在北京开幕 消息说 全国政协副主席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夜晚将会会见港澳委员 或者会谈及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议题 由珠北京记者陈永思报道 每年两会都有中央领导人出席港澳政协联组会议 就港澳事务发表看法 去年出席的是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 今年两会压缩日程 全国政协会议下午开幕之后 夜晚港澳政协就在政协礼堂会开联组会 而全国人大今晚举行预备会议和主席团会议 决定大会议程 之后举行记者会 受众星期五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的六个港澳记者 需要提前一晚到酒店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合格之后才可以到会场 无线电视罪北京记者陈永思报道 据了解 本港新增一宗新冠肺炎初步确诊个案 73岁女病人由巴基斯坦回香港 目前在屯门医院治疗 另外 匡民署重开核下33个游泳池 泳客入场之前要量体温 泳池也都限制人数 铜锣湾围园泳池只是开放主持 清晨6点半开放之后 已经有泳客来游泳池 泳池也都差不多 泳池进入的时候要戴口罩和量体温 如果体温高过涉事38度 不可以入场 泳池只是重开训练池 主持 附持 仍然封闭 泳池每天早上6点半至夜晚10点开放 分三个时段 中间有休息时间 但有泳客都开心可以来游泳 很悶 习惯了 因为游泳池是一种生活的习惯 更衣室里面这些櫃大部分都不开 封了 它好像有限人数 所以很有信心 很安全 觉得不习惯了 因为我们游惯了 是每天都有 几乎 很好 很干净 还有规格都照政府规定 康民署提醒泳客要遵守限聚令 泳池里面不可以进行多过8人的群组聚集 而为了保持社交距离 林玉设施会以隔一个开一个的方式开放 为了减少社交接触 康民署将入场人数调低 而这一个泳池最高可以容纳50人 如果人数达到上限 会向等候的人派丑 政府发表沙中线工程的调查报告 有份作工的分判商中科卿业提出司法覆核 要求推翻报告 中科卿业董事总经理潘着雄 日品高等法院 日品藏指出沙中线工程问题最终调查报告 没有尽责调查剪钢筋的事实 报告说只有大约2%至3的钢筋被剪短 是完全武断和错误感总结数量 日品藏也质疑调查委员会委员 对承建商礼顿违约情况视而不见 要求法庭颁令推翻报告 重新调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近日针对香港民主活跃分子的行动 令到美国更难确定 香港是否仍然维持高度自治 北京多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方式干预中国内政 干预香港事务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政客 对香港政府横加指责 毛利施压 公署发言人说 中央和特区政府正是带领香港各界 对抗击疫情恢复经济 美国政客多次对香港立法和司法机构 依法理职说三道四 妄图美化、开脱 反中乱港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 其实是不想见到香港社会微捕撕合 微捕撕裂 其险护用心已经暴露无为 重新中央贯彻一国两制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也坚定不移 新冠肺炎引发中美争论 回来本港 联署起诉一家意大利时装公司 香港分公司前主席涉嫌收受非法汇佣 54岁被告是D&G分公司前主席江萨雷斯 以及已经结业的未达网香港有限公司经营者蒋家峰 两人被控三项 串谋洗代理人接受利益罪 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联署指江萨雷斯涉嫌在2013年8月 去到2016年2月期间 将超过1260万港元的D&G贵美产品 三度出售给内地网上特卖店 从中获取非法回佣一共大约177万 陷入财困的海洋公园 如果未能获得注资 下个月将会倒闭 原方说一旦未能继续经营 会尽力协助园内动物寻找合适居所 但也不容易 8月就34岁的安安是全球最年长的圈养大红猫 岁数等于人类大约100岁 安安有偏食 视力差加上患有高血压 要将食物混合药物或者营养剂作特别照顾 在海洋公园住了21年 安安能不能够在这里中老 仍然是未知数 同样不舍得的 还有看着南极天地 九十几只企鹅成长的爸爸 他说企鹅是群体动物 要找合适的环境都不容易 我由大企鹅过来香港 它每一只蛋 我都会看着它在那里出生 直至它成家立室 它们的棲息地是水温 气温一定要做得到 可以维系到我们现在 亚湾8度的温度 另外空气系统都要很严格的 因为其实它们很容易受到 争菌的感染 海洋公园现在有7千多只动物 涵盖400多个品种 大部分动物在海洋公园 其实都是住了几十年 而它们已经适应了一个 人工的治疗环境 而且因为当中牵涉到 我们需要去找到一些 适合的设施 说的是和海洋公园 可以一起都有一个 差不多维护到动物健康 和动物福祉的设施 在规模甚至乎在声誉 特别在现在疫情的环境之下 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海洋公园说大部分 自养的动物属于繁殖物种 没有办法野外放生 而它们也未必适应野外的环境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道 港股先升后回 美国科技股强势 在港的腾讯就跌百分之一 美团继续破顶 生物科技股继续有炒作 看汲诺升一成一 但是若名生物年内第三度 被大股东减持 股价跌百分之一 塔恒生指数 报24401点 最新是升1点 刚刚转了升3点 总成交708亿 看下最会约港股 若名生物跌2.1 腾讯控股跌3.8 小米集团升3号 阿里巴巴跌3.2 香港交易所升8元 中芯国际跌1.04仙 美团点评升2.5 友邦保险升6号 中国移动升9 中国平安跌2号 看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升3.5 友邦保险升6号 中国移动升9 香港交易所升8.2 香港中华煤气跌2.2 恒生指数期货5月跌98点 总成交10万多张 盈富基金跌5先 看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跌2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33点 日经平均指数升15点 看美元回价 日元107.64 英镑1.2199 澳元0.6563 欧元1.0958 全体港元回价 对美元7.7502 每百日元对7.1981 欧元8.4934 英镑9.4545 瑞士法郎8.0197 嫁元5.5621 澳元5.0872 新西兰元4.743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79 伦敦黄金每盐市买卖价 1742.45 1745.25美元 本港每两九九金部 16100元 天气方面 预测多云 间中有着雨 同几阵黄风雷暴 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风势间中清净 1点钟气温27度 相对湿度94%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低 紫外线指数 高协议强度属于低 新闻报道员再会